今天我想拍一個Trader Joes的Haul 終於在這裡八卦 看我們買了什麼 今次買了三大袋的東西 主要都是正常餐 沒有像上一個Haul片那麼多零食 首先是這個類似通粉 是我主要食糧 就是用這個菜去做 感覺比較健康 我一直都買了這個 今次買了五包 因為這些可以放置 因為這些是乾糧的 這個是第三包 第四包 還有第五包 然後買了四盒的 這個是蟹肉 煮這些粉的時候 放進去 這個是雪藏的 所以我也買了四盒 因為可以放進去 雪藏的話 我沒試過用這個紙盒 放進去 之前買也是用一個鐵罐 然後也試一下 還有我吃過這個牌子 所以我才敢買四盒 就是這裡 其餘的三盒 然後看到蘋果 我買了四個蘋果 我這次沒有買切了 那些 就是買這些 逐個一個一個的 然後 有這個 椰子 的 汁 這邊是正面 就是要 我不是買冷的 要冷一下 這個是Trader Joe's牌子 我上次也買過 但我忘記了哪個比較好喝 我營養中是這兩個 我之前買過一個獨立包裝 喝一次 那個好像一般 我記得這兩個好像還不錯 這一袋就完成了 然後是紫菜 我買了好像五包 一枝很好吃 它已經有一點鹽 已經醃製了 超級好吃 其實也不健康的 但是 對 真的戒不了 現在 越來越不健康了 之後 還有這個汁 是士多啤梨味 有些chia acid 在裡面 不過是已經溶 它已經攪爛了 那些chia acid 跟我之前在Target買的 有些不同 但是這個也蠻好吃的 對 很喜歡買汁 這一次 我也買了很多飲品 一會兒會看到 然後 就有布林 它好像 是不是爛了 那袋子 我就買了 我忘記了幾顆的布林 雞肉餃子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我嘗試做這個 但真的很難 我已經嘗試吃少一點肉 而且意思是 會吃海鮮的 但只不吃肉 就像食物 再加上吃海鮮 但真的很難不吃肉 所以 也買了這個 因為 Junior 他真的很興奮 為什麼我這次買這個 雞肉餃子 是因為我最近吃得很不健康 吃螺絲粉 吃韓國的辛辣麵 極度不健康 我也想回復以前吃這些通粉 再加蝦肉 健康人生 然後有這個粟米 也是吃通粉的時候可以加的 這個也是雪藏的 然後要舔去 然後 買了兩個蕃茄 我還有一些蛋 所以 因為我之前去了Target 如果有看過我上一次的 Go Shiri Haul的話 我有些蛋剩 所以可以用來做蕃茄 蛋 一道菜再拌飯 這樣 然後看到一些 這個是 士多啤梨味的乳酪 是Turtle Joe's牌子 回購了很多次 而且我買來買去的東西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我買了四瓶 這個 三 四 這次買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這次是專買多了飲品 就是這個朱古力奶 這個真的很肥 而且喝朱古力奶真的不要喝那麼多 我之前喝到高膽固醇 因為我臨去做身體檢查之前 狂罐這個朱古力奶 因為Costco很多 但我這次只買了一瓶 因為想喝一些 可能真的太熱了 最近 而且我家裡沒有冷氣 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們 我還是有風扇 所以想喝一些冬飲 吃雪糕 然後這個就是芒果汁 我買了兩瓶 我最近挺喜歡吃芒果之類的東西 鹹汁我也買了兩瓶 應該是這裡 另外一瓶芒果汁 鹹汁在這裡 之後有一堆包好的梨 我很喜歡吃這一類的梨 還有黃色的雪梨梨 我也很喜歡 但通常黃色的雪梨梨 通常都要在中國市場才買到 兩盒切好的西瓜 燒一燒鼠 另外那盒在這裡 這袋就完成了 到最後一袋 買了一梳椒 然後呢 就是BB Spinach 買了兩包 這次比較健康 之後呢 白菜 我也買了兩包 真的很有決心 要快點吃通粉 健康一點的東西 而且我已經吃完螺絲粉了 我沒有再Reorder 所以呢 希望我忍得住 螺絲粉真的很不健康 之後買了薯片 這個比較健康一點的 另外就是BROCOLY的薯片 這個真的 出來真的有 好像這個圖片一樣 但已經醃製了 真的挺好吃的 雖然也不健康 不健康得來也算健康的 然後還有一些紫菜 剛才不是說買了五包 另外那些在這裡 我買了一包的Nut 就是已經混了不同的東西在裡面 很健康的小食 另外那一包 應該是最後一包紫菜在這裡 到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薯片 就是Trader Joe's的 這個也挺好吃的 之前也買過 是很classic的一款薯片 然後就是這麼多了 剛才是舔我的蕃茄 然後Print在這裡 這裡是一張單 我總共買了115.43 對 也是那句 不逐個逐個說 因為也買了很多小小 很垃圾的東西 而且我做了指甲 是這個粉紅 不過是MAP的 不是閃亮亮 平時塗開閃亮亮的 然後也想試試新產品 能否focus 發現這部相機 是G7X 然後開始focus那邊有點慢 這個是通病 聽說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以及Facebook 好啦 Bye Bye 說Bye Bye Junior Print Bye Bye Junior 拜拜